大家好 我們今天呢 跟韓韓一起要來實測一下 是否有一句成語 殺雞應用拋刀 那我們今天呢 不殺雞 我們今天殺什麼 蘋果 有菜刀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用的日常菜刀 比較小一點的拋刀 還有目前我認為是第一名的 真的是 削蘋果 拋刀 最後我們想說 是否拋壺刀也蠻適合去削蘋果 這樣 厲害厲害 厲害 還好 真的殺雞應用牛肉刀 你看我們小蘋果用菜刀就是 真的 度改分白 加油 快好了快好了 這蘋果瞬間變瘦好多喔 太刀真的不太好用 哇菜刀真的是有夠難 特別是這一把刀好像沒有摸 有點頓了 太好了 登登 我吃吃看 下一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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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剛才38秒 現在6分32秒 速慢了一倍的時間 可是能 慢了 自己削的蘋果 哇 這肉比較多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換我削 幫我計時 開始 快吃 快吃 哇 好了 時間超快的 謝謝 刮虎招 所有 很難 不是很好 怪 可是還能接受 他會卡 他會卡 不行不行 這一種刮虎招 我們削上去 到後果百 Forex2 卡在上面 這個削起來會比較快 但是它比較難控制 那這個呢 它比較靈巧 只是它的面積比較小 其實各有優缺點 謝謝韓韓為我們削水果 記得追蹤韓韓的IG 記得追蹤我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